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十万 报复的还要谋灭吗 蹊跷的抢劫案背后有着怎样的引擎 自编自导自缘的这位主席 究竟是怎样的劫匪竟敢如此胆大妄为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身像金电的黑手 一将播出今日说法 凤凰路 云南玉西市的一条繁华商业街 2012年11月15日晚上7点30分 凤凰路中断了一家珠宝店里 突然闯进了四名独宿之客 闯进店的四个人什么话也没说 直接冲向柜台猛砸起来 当时天刚刚擦飞 店里的三名营业员加上店主夫妇 被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得不知所措 其中三名劫匪在砸碎了柜台的玻璃后 迅速逃离了现场 而最后面的一名劫匪在临走时 从柜台里抢走了十多根金箱链 整个作案过程仅仅用时16秒 等店老板反应过来 拿着木棒追赶出去的时候 劫匪已经不见了踪影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四名劫匪公然持谢抢劫 这在玉璽市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那是什么样的人如此明目张胆的作案呢 警方接下来要面对的又会是怎样的对手呢 不到五分钟警察就赶到了现场 劫匪已经逃离 现场满目疮痍 我们到达现场以后呢 看了看到那个现场 遍地都是隔离 八岁的柜台 场面比较荒乱 应该说初步看起来就是一个抢劫的现场 遭遇抢劫的凤凰银错 是一家以经营银饰品为主的珠宝店 也有部分黄金饰品和翡翠玉器 店面不大 面积只有不到四十分钟 案发后经过盘点 这次被抢的全部是黄金饰品 价值近八万元 他抓的时候不是有一点露出那个手啊 我就想把它卡到那个玻璃上 但是他就 我刚好出过手了 他就要那个锤子要打我的手 我就往后倒了一步 他就没有抓到那个男士那一盘出的项链 就抓了那个女士的那一盘 我们在通过警当的行为 得知有四个男子 二十多岁 两个穿白色的衣服 两个穿黑色的衣服 戴着口罩 戴着帽子 拿着不同的工具 然后对 有刀的 还有拿棍子的 有拿锤子的 在对现场进行勘察的同时 警方立即对所有进出预袭式的主要道路 进行设卡堵截 就在这时 有目击者向警方提供了一条 终于条线索 当时我们坐在里面 然后听见隔壁有响声 我们就出来看说是什么回事 然后我就跑出去看 他们就刚好出来 我就被吓到 就跑进店里来 就看到他们往上面走了 跑了 就跑了 手里拿的东西我看不见 我这个方向跑 但是他们刚一跑 老板就 他们店老板就拿了一个棒子去了 就马上就知道 到达的时间就寄案发 就几分钟时间 所以我们就马上组织警力追捕 警方迅速派出一组侦察员 顺着目击者提供的方向追踪下去 很快就有了线索 因为它是繁华的街道 目击的程度很多 所以我们一路走反 一路就很顺利的 就追到这个一个工地内 当我们追到这个工地里面的时候 就发现在工地里面有一件外衣 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三百米远的一处工地上 发现了一件外衣 跟珠宝店里工作人员描述的 其中一名劫匪的外衣相似 所以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而工地非常大 地形复杂 不利于人工搜索 警方立即调来警犬进行增援 经过警警的帮助 在工地里面 找到了很多东西 行人丢弃的很多东西 手套啊 口罩啊 之类的东西 衣服 手套 帽子 刀具 还有铁锤 一时间警方收获很大 最后在靠近工地大门围墙的一侧 警方又发现了一个崭新的黑色手提包 这个包会不会也是劫尾丢弃的呢 因为这个包很新啊 它是个崭新的包啊 没有泡色 基本没有用过 那严陆以来丢的这个衣服的帽子 锤的 刀的 手套的 口罩的 都是在一条线上 这个包是在最末端发现的 所以我们当时判断这个包 跟犯罪写论作案是有关的 在这个黑色的手提包里 有一本崭新的云南省旅游地图册 我们就由这本地图设设论 出货地判断 这是一个流畅的抢劫案件 因为本地人是不可能携带 明南省的理由地图来做 工地旁边就是一条新修的主干道 警方分析 嫌疑人应该有事先安排好的车辆接应 在穿越工地的时候 把作案时穿的衣服和工具随手扔掉 然后乘坐车辆逃离 这个公里出来就是我们新修的主干道文化路 我们的警警就是追踪到这里的时候 失去了行人的踪迹 有时我们可以判断 行人有车在这里接应 他们乘车就是往顺这个方向就走了 劫匪已经不见踪影 警犬也难以继续追踪 现场丢弃的衣物告诉侦察员 劫匪已经换装了 那之前设卡拦截的难度就增加了 这个时候侦察员意识到 劫匪的逃跑路线应该是早有预谋的 从工地查获的衣服和作案工具 被迅速送往物证部门进行精神界定 但是在案发信息勘察的警警 却发现了一张神秘的纸条 纸条上的内容就是 你欠我的马股钱 二十万加水钱十万 二十号还 二十号不还还这样 警方调取了事发时的监控录像 发现纸条就是最后那个 抢走金箱链的劫匪扔下的 这个纸条上的内容推测 这个嫌疑人应该不是本地人 因为在我们预期本地这个地方 这个马股应该属于一种毒品 然后在我们预期本地都不叫马股 一般都叫小马或者小马 水钱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放了高利贷以后的这个利钱 毒品高利贷神秘的纸条上写的这些词汇 和抢劫案有什么样的关系 案件的背后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引擎呢 店主袁先生说 他并不认识那些抢他店的人 而且他也不欠任何人的钱 警方反复查看案发室的监控录像 发现画面中劫匪的行为确实有些蹊跷 我们的直接的感觉就是 犯罪嫌疑来冲进来以后 好像不是沾对财物 好像只是沾对这个柜台 纯粹的就是砸玻璃 而且是好像感觉就像一种泄粪的这样的状况 就是以损坏这个玻璃为目的的 因为抢劫一般就涂财嘛 他肯定对这个金店里面 这个柜台里面这些货物更感兴趣一些 最后一名呢 在跑的过程当中 好像是顺手轻一样 抓了两把项链就跑掉 监控录像中显示 只有最后逃走的劫匪 在出门前抓了一把金项链 而其他的劫匪只是猛砸店里的柜台 并没有拿柜台里的饰品 每个人都砸都抢的话 那被抢的肯定就不止这么十多条金项链 视频中劫匪令人生疑的表现 加上劫匪现场遗留的纸条 警方分析会不会是店主得罪了什么人 或者和别人有矛盾纠纷而遭受报复呢 从东西当中反映出来的问题 有抢血的行为 也有报复的行为动作 凤凰银座的店主袁先生 袁先生是玉溪市通海线银器厂的一名职工 2009年企业改制之后 他和妻子来到了玉溪市红塔区 开了这家珠宝店 袁先生店里经营的全是袁先生自己加工的银饰品 几年下来生意做得很红火 2012年3月份开始 为了扩大经营规模 袁先生开始经营一些黄金饰品 这个老板呢 经过我们的调查 发现他这个人还是比较迁徙 为人也比较好 平常不见没听说跟谁发生过什么大的矛盾 到现在就是三年多了 三年多 就是说我们靠手艺吃饭嘛 就在玉溪 我不会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乱来的 对这个老板的居住的灵机啊 那些我们也进行了一定了解 然后也反映这个老板的生活比较规律 早上就出去开店晚上回来 家里面也没有跟谁太复杂的人交往 也没有什么赌博啊吸毒啊 类似的这些活动 警察经过调查后发现 店主袁先生并没有纸条上所说的 涉毒涉毒的行为 那么为什么在案发现场 嫌疑人要留下那张纸条呢 如果是报复的 报复的还要蒙灭吗 他还要卫装吗 犯罪嫌疑来呢 精心涉及 就是要把我们警察的参查思路和方向 引导到和电竹有关 有纠犯制方面的方向上去 16秒 案发现场留下点点意境 确实有四名男子租他的车 23个小时的抽丝波茧 案件最终真相大白 这名男子的车 陈大兴 究竟这幕后的导演 缘和不想 重重迷雾 只有杨子全自己一个都知道 深向金电的黑手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那案件侦破到这里 已经没有了更多的线索 犯罪嫌疑人现场遗留下来的衣物 还有作案工具的检测结果 最快也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出来 所以警方决定 重新梳理所有的线索 重新确定案件的侦破方向 嫌疑人是逃到了文化路上 失去踪迹的 警方判断 嫌疑人应该是乘车离开了玉西 有车辆在哪地方进来 应该有车辆 警方迅速调取了案发事件段内 所有和文化路相通的 各个道路的监控路下 包括高速公路 对可疑车辆一一排查 很快 一辆玉西牌照的红色雪佛兰轿车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辆红色轿车里坐着四个人 他们的活动轨迹 正是在案发时间段内 从文化路附近驶出玉西 进入昆域高速的 我当时可以很清晰看到车上 连司机站内吧 是四名男子 一辆红色的 应该是雪佛兰 因为他在案发之后不久 而且呢 这一段时间段内 上亏名相当少 另外一个呢 他车上载着三名男子呢 他的这些零零段啊 体貌特征啊 基本上和中心现场反映出来的 犯罪性能差不多 警方立即对这辆玉西牌照的 红色雪佛兰轿车 进行了调查 并在案发后的第二天上午 找到了车主 经过我们调查呢 这辆车是我们一起本地的辆黑滴 我们找到车主呢 他给我们反映 当天呢 确实有四名男子租他的车 车主向警方说 11月15日下午 有两名年轻男子租用过他的车 并和他约好 晚上七点多钟 在文化路工地 出来的那个路口等他们 说好的目的地是昆明 应该是19点20多分吧 他来到这就一直在文化路这等着 之后呢 就见到下午 他拉过的那两名男子 还有另外两名男子 总共四个人 四个年轻的小伙子 他就是在 刚发时期 之后不久 在我们警警 实际中级的地方 拉了四名男子 离开了现场 根据车主的陈述 警方推测 车上的人 很可能就是劫匪 专案组分析 这四名劫匪 敢于在闹市区 公然抢劫 并从容逃脱 应该是事先 经过周密计划的 如果是外来人员 流窜作案 那么案发前 必定会在玉西 坐过停留 根据流窜作案的特点 他们提前一到两天 会来玉西 那么他们肯定是要住的 住店的话 他们不会离 案发现场太远 于是 专案组把辖区内的 旅店宾馆网吧 作为排查的重点 希望从这里面 寻找到突破口 那么他们就说 不会应该不会选择 这个很高档的酒店 或者这个星级酒店入住吧 应该就选择 也只会选择在案发现场附近 这些小旅社 小宾馆 这些选择入住 半人员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对半径三公里范围之内的 小旅馆进行了莫派 一案发现场 大概一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 叫西站旅社 那里的人就反映了这么一个情况 案发当天下午 有人来登记入住过 但是之后 当天晚上人并没有回来住 然后一直到第二天 都没有退房 旅店老板反映的 住店人的议程举动 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发现李明确实之前住过 三十名男子 当天中午开的房 但晚上就没入住 也没来退房 所以嫌疑就比较大了 那么这几个人 会不会就是警方要找的嫌疑人呢 为了信不合适 侦察员取来了高速路抓派的截图 让旅店的工作人员辨认 我们调起他的住宿登记的时候 就发现这名男子呢 叫陈大兴 10月15号 15点14号 那你去我等一会儿 嗯 我们又根据他的这个情况呢 又调取了他在玉西的活动轨迹 就发现案发前一天 就14号 他在玉西这个离案发现场 大概200米左右的 一个景深宾馆 也登记入住 嗯 就四个了 就这个 能求顶了吗 应该求顶了 这个旅馆人员呢 就能够确认 就说 这个 照片 这个监控上拍到这个照片 这个男子啊 就是来登记入住的男子 也是30名男子 也是住 头天14号的住了一晚 就由此推荡了 这几人呢 就有 做案条件也实际 原来 这个叫陈大兴的人 在玉西 共停留了两天 14号 在距离现场不到300米的小旅社入住 案发那天晚上 换了另外一家旅社 但是 那天晚上并没有住 而是出现在 由案发现场 逃往昆明的 红色雪佛兰车里 至此 警方把陈大兴 列为了重点怀疑对象 这时 技术人员对现场物证的 检测结果也出来了 从嫌疑人丢弃的地图册上 提取到两枚指纹 从帽子里发现的头发上 提取到了DNA 经过比对 这两枚指纹和DNA 都找到了对应的人 陈大兴 23岁 云南楚雄人 2009年 曾因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两年有机夫妻 还有一个人 叫杨德权 26岁 黑中江人 曾在婚营 因为一起治安案件 被婚营警方提取过DNA 并存留了指纹 至此 杨德权和陈大兴 被锁定为重大的嫌疑人 专案组立即派出两路侦察员 前往昆明 在昆明警方的协助下 侦察员很快就锁定了 所有的犯罪嫌疑人 2012年11月16日版 也就是案发23个小时之后 侦察员将嫌疑人 杨德权转 并从他的住处搜出了 经验被抢的黄金饰品 此后 另外三名嫌疑人 陈大兴 李文廷 李维亮 也在昏迷落网 事后 警方查证发现 杨德权正是视频中 最后抢走黄金饰品的人 仅仅23个小时 玉西警方就将所有的犯罪嫌疑人 抓破归案 玉西市有史以来 第一起黄金抢劫案 就此告破 但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犯罪嫌疑人 为什么要选择玉西市来作案呢 为什么要在现场留下一张奇怪的纸条呢 在这起抢劫案的背后 还有着哪些隐情呢 被抓之后 抢走金箱链的杨德权承认 自己一手策划了抢劫珠宝店的事实 而另外三名嫌疑人 陈大兴 李文廷 李维亮 都是云南楚雄人 他们三个人都不承认自己是抢劫 只是称自己是来帮忙的 而当得知 杨德权从店里抢走了黄金饰品时 他们都很诧异 称自己自始至终 都不知道杨德权抢过东西 我们主要是在做事行 就是因为需要早早的点 我们从来不想个情景 如果我受了真正情景 我们也不会做事争取 肯定不会 更令警方不解的是 陈大兴李文廷 李维亮三人和杨德权并不认识 那么他们四个人是怎么凑到一起抢金便的呢 从现场的视频来看 陈大兴李文廷李维亮确实只是打杂行为 没有动手抢劫金饰品 只是最后逃离的杨德权动了手 这时嫌疑人杨德权供述 其他的人当初确实被蒙在了鼓里 杨德权十岁时跟着父母从黑龙江来到了云南昆明 初中毕业之后就一直在昆明四处打工 案发前他在昆明的一家夜总会工作 他和陈大兴李文廷和李维亮三个云南楚雄人 本来并不认识 是什么让他们聚在一起的呢 抽烟也是抽印象什么的 没办法吧 就要是应酬 和朋友在一起 人家抽软针 你不可能抽紫云吧 你抽的烟一般都多少成功 四五四五六十 一般晚上加班了 一起约着去昆渡玩 去昆渡消费 没有一千块钱 玩得起来吧 昆渡是云南昆明的一家娱乐场所 杨德权非常喜欢去那里玩 有时一个星期要去三四四 虽然在夜总会里担任客户经理的收入并不低 但是却满足不了他的消费要求 于是杨德权就把自己经手的员工提成拿去挥霍了 因为我欠员工钱 就是他们的提成 我要花给他们 但是钱被我花了 被我用了 所以说我没钱拿出来 他们也追着我要 于是为了还上亏欠单位员工的钱 杨德权描闪了金店 打起了抢劫金店的主意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拿不起 放不下 想干 不敢干 不敢干吧 但还是要干 因为毕竟我缺钱嘛 因为玉西离昆明比较近 交通方便 异于逃逸 杨德权就把目标锁定在了这里 但是毕竟抢劫金店是有风险的 杨德权他自己一个人干不了 就想再找几个人一起干 为了成功的策划抢劫 杨德权找到了他的朋友王点 王点22岁 云南文山人 案发前也是在昆明的一家夜总会工作 杨德权骗王点说 有人欠了债 老板让他找几个人去教训那个人一下 事成之后给王点2000元的介绍费 当时他说那 虽然是反正也是他承担 然后就叫我介绍人给他 也就找几块玻璃 但是如果我跟他们说 我说去抢那个金钱首饰 我估计好 我估计自己的 以我自己的思维估计 可能不会去 就是打换个比 这个是换个角度想嘛 别人让我去杀人 别人让我去抢劫 偷东西 我绝对不会去 就这样 王点把陈大兴 介绍给了杨德权 见面之后 杨德权对陈大兴说 只是报复一下对方 事成之后就有一万八千元的酬劳 为了让陈大兴相信 真的是来砸电的 杨德权还伪造了现场遗留的那张纸条 我认为是谎言嘛 谎言之后 我编的谎言们 我就继继续编下去 既然是早点 因为也都想 就是就导致他了 就这样 陈大兴叫上了同乡 李文廷和李维亮 跟着杨德权 一起来到了玉琪 杨德权最后选中了 凤凰银座珠宝店 作为目标 并制定了周密的 抢劫逃脱计划 而陈大兴 李文廷 李维亮 王典 自始至终 都被蒙在了鼓里 以为只是去砸电 教训一下而已 整个过程 就杨德权自己想出来的一个 自编自导自演的 这么一出戏 事实的 真实的这个经过 还有这个想法 以及抢砸 砸那家经店的真实目的 也就只有杨德权 自己一个人知道 杨德权没有想到 他精心策划的想起案 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被警方破获了 而陈大兴等人 一分酬劳也没见到 就被一一擒祸了 目前 杨德权 因涉嫌抢劫罪 陈大兴 李文廷 李维亮 王典 因涉嫌 故意毁坏财务罪 已经被批准逮捕 警方已经追毁了杨德权 抢劫的全部黄金视频 我现在想 如果 如果时光倒回去的话 我肯定打笑这个念头 不会去做这些事 做了这件事真的特别恨会 现在这种生活 每天 以内起面 想着外面的世界 还想着几年以后出来 或者是十几年以后出来 想都不敢想 本案中的几名犯罪嫌疑人 最大的26岁 最小的刚满20岁 都是身强力壮的年龄 本来应该找一份正当的工作 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 但是 都被贪念迷了心窍 最终的结果 也是断送了自己的自由和虔诚 而杨德权精心策划的这出好戏 不仅祸害了别人 同时也让自己付出了代价 真是害人害己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事说法 希望观众朋友 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